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啟抗疫聘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就講講英國的事 英國最近犯罪率有所上升 究竟是甚麼事呢? 是不是因為多了一些其他國家的人進入? 又不是 為甚麼呢? 原來專家就說因為英國春光明媚 蛤? 這樣也有得奶? 真是天氣的錯? 真的 隨著英國的氣溫開始慢慢上升 英國各地的民眾享受了 溫暖春光明媚的一天 一周,不好意思 但是專家就警告 氣溫暖了就意味著 犯罪率也高的 所以最近 入室盜涉的 盜涉的犯罪率是高了的 還有些人動手動腳 動粗的犯罪率也高了 在街上你見到人 如果有人動手 應該是因為 天氣暖了 為甚麼呢? 因為 溫暖的天氣 大家會更加多出界 好啊 是 這個專家就是著名的犯罪學家 叫大衛 大衛教授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這個教授 他就說 現在英國上星期 差不多20度 大家都很享受春光微微的感覺 難得的陽光 但是同時 我們都要知道為甚麼英國這段時間 的犯罪率上升了 大家都應該有風險的意識 犯罪率受到的 影響因素很多包括 溫暖的天氣 天氣不好的時候 大家都會更加願意在家裡睡覺 即是指這班可能想頂風作案的人 同樣 溫暖的天氣就鼓勵更加多人外出 尤其是 英國這樣的國家 因為 有陽光的時間 不是那麼多 所以 這些 賊匪也知道這點 嗯 是兩樣東西 有人就要出街 即是屋主出街 他們 亦都覺得溫暖時 又可以出來動手 所以 現在 社區犯罪率 可能會有所升高 他亦都說 大家享受陽光的時候 賊仔 和一些 喜歡動手動腳的人 都是很忙的 同時 愛出的人 還有很多是好事之徒 所以 良好的天氣亦是發生 口角甚至暴力的 一個 原因之一 良好的天氣之下 機率更加高 我以為不好天氣,大家燥才容易動手 嗯 法序學家亦都說 在炎熱的天氣中 大家會看到 有些人動手 有暴力 所以 在這些時候 我們要小心點 但英國 是暖的 暖的味道是 熱的 熱就是暴 對 對 打架 發生的次數 會比通常高得多 如果你留意 會發現 艷陽高照的天氣之下 路上的車速都會比平時快 是嗎 我又覺得不是 你駕駛車 車裏有冷氣 你應該感受不了 對吧 所以 這位教授叫 Wilson 他說天氣越來越好 大家 在家的時候 一定要比平時更加注意 這個 家宅的安全 鎖好門窗 最好就有 CCTV 同時 外出時候 要留意 身邊的人 和事物 還有 物件的安全 不要因為高興 隨時 接受別人的 贈飲 這個 要小心一點 女士 加了一點 並且 要留意自己的 隨身物品 其實英國 最近 亂了很多示威遊行 都有 就好像 之前 應該是 日前 倫敦 也有大規模的 示威 不過這次 沒有 發生 衝突 倫敦市長 簡細德也有出現 嗯 究竟什麼示威呢 過萬名的民眾 在倫敦街頭 很多人都 舉起烏克蘭旗幟 大家知道什麼事 就是對烏克蘭的聲門 反對俄羅斯 對 烏克蘭的出兵 抗議者就手持 烏克蘭國旗和標語 上面就寫著 這個是普京發動的戰爭 這樣說 亦都說要設立禁非區 這個就不可能了 這個要設立 一早就切了 沒錯 而且要跟烏克蘭站在一起 遊行隊伍 好好當當 就向 特拉法加港 前進 倫敦市長簡細德 亦都在海德公園 加入了 遊行隊伍 並且承諾 向 烏克蘭 逃到倫敦的人士 提供 好少了 110萬磅 救濟資金 好少了 百多萬磅 他亦都說 英國應該做更加多事情 去幫助烏克蘭人 倫敦市長亦都說 跟其他歐洲國家相比 英國政府的做法 令人尷尬 英國政府應該令到 逃到烏克蘭的人 更加 容易來到英國 他們真的很尷尬 連烏克蘭的 副 總理也認錯人 相當尷尬 當然尷尬 那麼差 這個月初 英國政府啟動了烏克蘭支家計劃 這個計劃允許英國國民 單獨贊助烏克蘭國民的簽證 以便那些沒有家庭聯繫的人 可以在英國 和寄宿家庭一起生活 倫敦的交通一度 因為遊行而進入瘫患 聯合國 濫民公署的高級事務專員 由於俄羅斯的出兵 大約有1000萬名 烏克蘭人 要逃離他們的家園 不過 現在 一把十萬好像真的有點少 其實為甚麼現在是暖了呢 因為 技術上來說 已經是夏天了 哦 技術上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從 2022年 3月27日 凌晨1點 其實就迎來了夏令時了 哦 OK 現在全部的時鐘 都是要撥一撥的 現在 本來跟香港差8個小時 現在差7個小時 BN Logo 可以 打電話回家 另外我們看到一件事 現在 對於駕駛的人都要小心 因為 現在新規例 開車禁止使用手機的新規例 今個星期已經實施 我看到 不是一直都有這條規例嗎 以前沒有那麼狼 現在是狼一點 我只是扣分狼很多 我們有個朋友 他被人拍到照片 只是把手機放在膝蓋上 即是放在大腿上 就已經人家覺得他玩手機 這樣也不行 他真的沒有玩 只是放在那裏 有些人喜歡放在那裏 不過沒辦法 現在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 是 應該都不行了 如果 證明到 就算我有用 是使用這個導航 行不行 導航 應該是之前才按 你開車都可以按 有些情況 這真是灰色地帶 我從來都沒有 沒有聽過人很明顯地跟我說 我不知道你們行不行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有得咬 澳洲應該沒有得咬 他覺得你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這個新的交通規例是怎樣呢 因為我們很多人士都是在英國住 我們也說一說 根據政府公佈的新規定 即日在開車時 使用手機的司機 將會罰罪少 200元 那麼少 我們是1000元澳幣 好厲害 並且扣6分 這個規定 亦適用於 沖紅燈也是 沖紅燈這些 沒得咬 使用手機有得咬 是 使用手機 大馬Sir有得咬 我怕別人誤會你 有得咬的意思是 你怎樣狀態 就是GPS 你很難說 我們看看 究竟怎樣說呢 司機在以下任何一個情況 都是不可以的 第一 就是 速屏解鎖 就算 你用手指觸碰一下 鏡頭也不行 觸碰一下螢光幕也不行 查時間 和查短訊這些肯定不行 撥打 和接聽或者拒絕聽 即拒絕的話可能會這樣按手機 也不行 發短訊這些肯定不行 發短訊可以嗎 很難 拒絕也不行 發短訊怎可以 發短訊我贊成的 我只是拒絕接聽 你按手機也不行 有他在這裡 狂叫 有些不合理 西人世界就覺得這樣合理 大家的想法不同 我們這裡也不行 如果一直有人叫你 你怎樣 你只有他那麼多 只可以這樣 不是怎樣 我關了聲音 還是要按到機 不行 總之碰到也不行 這就是我們 西方國家和東方國家不同 你覺得情有可緣 我們是不能說的 另外 使用 相機和錄音 這些肯定不行 這些肯定不行 錄音應該是指Whatsapp 那些我贊成的 讀取手機任何的數據不行 肯定 但是特殊情況是有特殊情況的 第一就是撥打緊急服務 就是狗狗狗那些東西 另外 在無需下車的外賣窗口 我估計是用Apple Play等等的非接觸支付形式 即是Drythru的時候 我估計就是 Drythru你也要去捉 這就不可能 這就太過份了 貼什麼線 如果手機固定在架上 而且你不能動手機 看導航就可以 所以你之前就要按 我都要按的 大哥 你這樣不對 我真的告訴你 你應該是開車之前按 我去到那裏 如果前面那條路很塞車 我去找其他路 我不按可以怎樣 那你便停止那部車 是 是對的 我也是 怎樣說呢 慢洗緊 慢洗緊不行 死硬 你這樣不行 停止那部車又要進回那條車路 當然 就是這樣 我們這裏 有點不合理 你覺得不合理 但我覺得我們這裏是合理的 手機一定要固定在枝架上 是 這個有 這個對 不行 總之 它不能理會你 我們這裏是一刀切的 跟你說 不過我也覺得這樣好 因為太危險 英國交通部說 違反這項規定的罰款 最高於1000磅 還都很厲害 在嚴重的情況下 可能禁止這個人開車 京格蘭高速公路管理局 已經嘗試了高清的攝像頭 在各大路段 高清攝像頭 可以通過擋風玻璃 都能看到你裏面做甚麼 在這個駕駛座上 理論上 高清攝像頭可以安裝在司機 頭頂的 支架上 違規使用手機的司機 會收到高速 罰單一樣的罰單通知 但目前這隊仍未推出 本來在你頭上也有一個 兩個攝像頭 在你頭上也有一個攝像頭 這樣又好像不太行 好像是違反私隱 真心地說 你在車內打卡輪 也是有 需不需要罰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 駕駛應該甚麼都不能做 這是對的 這是原則 沒錯 之前司機 只有在持手機陣 在持手機 持有手機進行交流通訊才會被罰 並且只有打電話或發短訊才被罰 現在 就不讓你轉空子了 其他 說得明白了 不過 75%的人都表示支持 75%的人都表示支持 當然 當然英國 王家汽車俱樂部 對2000名司機進行調查 就說 43%是不知道 已經出台了新的規定 這就對了 他就想你不知道 那就中招了 大把錢收了 只有2% 英國沒有政棍議員出來 炒起這個議題嗎 沒有 因為不值得炒 因為英國 是一個國際 議會 現在的 傑拉拉把香港變得很本土 很細小的東西 已經是怎樣說 香港沒有以前那麼大氣 現在 好像台灣 我經常都說 好像台灣 那就慘了 那就慘了 已經不是國際城市了 結果還有一批人 大壞了 好 這次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再見